同學我們實際上看一個例子 這根號105 那同學這裡實際上你可以把開根號 看想像成是一個 某一種系統 同學都知道系統你在輸入的時候 如果你稍微偏差一點 那個誤差是會傳遞的 誤差會傳遞 那麼 這個題目我們一看大概就知道說 他原本應該是100的 100開根號剛剛好 但是因為 測量的關係 他多了5出來 多了那麼5 5出來 那所以經過開根號之後他對整個這個根號的影響 那如果我們使用微分的方法 就是要用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裡面呢 這些東西我們要先預備一下 首先就是這個f 那以這一題來講的話呢 這個函數呢 當然就是開根號函數了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我們當然就是令他為根號x 令他為根號x 那因為呢 等一下呢 要要用到這邊這個f'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把他為分 這個 f' 他是根號x 那f' 就是兩倍的根號x分之一的 這個是根號x把他為分 根號x就x2分之一次 那你給他為分以後呢 他就是 2分之1x-2分之1 那-2分之1次你可以把他寫到分母來 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還需要一些數據 什麼數據呢 就是因為這裡是根號105 所以呢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呢 他這個應該是要 原本是要去求 100的 那如果你把這個x呢 給他帶100下去的話 100開根號就變成10了 100開根號變10 10再乘2就是20 那另外呢 這邊 我們要把這個 x給他帶100下去 所以f'100 好給他帶下去 他就變成了 這個 兩倍 根號 1分之1 兩倍根號1分之1 那 100開根號出來是10 10再乘2就是 20 所以 f'100呢 就是1分之1 就1分之1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 這邊這個式子 把它超過來了 這個式子呢 整個式子是這樣子的 就是f 加上 datax 那麼 他會 約等於 這個f 再加上這個f' 乘上這個datax 那以這一題來講的話 我們x呢 原本就是100 但是因為某一些因素 這個x把它帶100 但是因為某一些因素呢 產生了datax這個誤差 datax的誤差這個就是5 以這一題來講 因為他給我們是105 105 所以這個datax呢就是5 那因此呢 這個 左邊 左邊就是f呢 100 再加上這個5 再加上這個5 好這個就是 這一題 那f 100加5 就是f105 那f105 我去看一下這個式子 這個f 等於根號x 所以f105呢 就是根號105 所以 根號105呢 你下去使用這個微分的方式下去計算它的誤差 那他就會等於 約等於f100 再加f'100 再乘上這個5 再乘上這個5 那f100是多少呢 f100是10 所以我們把10帶進來 那f'100 f'100是這個數字 20分之1 20分之1 然後呢再乘上這個5 再乘上這個5 所以呢他到最後呢是10 再加上4分之1 10再加4分之1 那麼 因此這個誤差 同學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誤差就是4分之1 也就是說呢你從100調到 調到105 好多這個5 經過開根號之後他產生的誤差是4分之1 那如果你把他換算成小數的話 他就是10點多少 25 4分之1就是25 所以他產生出來是這個 0.25的誤差 0.25的誤差